下面这个问题 金刚金云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身心是指不住六成身心 我们念佛人 以念佛的方法不住六成 安住身心 那么禅宗学人 心则要安在哪里 哎呀 管这些事情干什么 他自然有他安心处 我有我的安心处就好了 我安了心还管别人 哎呦这个事情你的心安不住啊 你管的事情管得太多了 念佛人要把心安在西方极乐世界 安住在阿弥陀佛名号之中 我们心里面齐心动念 没有别的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我们要把心安在这 修学某一个法门 有某一个法门 安心立命之处 我们不学那个法门 要去搞那么多 对自己是障碍 除非你是讲经说法 红法立身 那你必须要懂得多 你才能够帮人解答问题 这是有必要的 如果自己专修敬业 你要晓得 这个亲近心 功夫成片 比什么都重要 如果还问其他法门的事情 决定妨碍自己的亲近心 决定妨碍自己功夫成片 这个道理要懂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